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渠道 韩红,王一博去往一线灾区,当地人是这样说的 韩红爱新基金会去到拱益发放物资一诊后,又去到一线灾区 去到的灾区还到处试水,他们到了后跟当地政府对接 坐着冲锋舟进去发物资,救老乡 当他们每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,当地人才发出当时记录的瞬间 这个高高的挺拔的像柯小白羊一样的志愿者原来是王一博 在视频中,王一博泡在水里,给高处的老乡扔似物 这几天能听到他唯一发出的声音就是,往后退一点扔食物怕扔到老乡身上 当镜头扫过,习惯了生活在镜头下的王一博,默默地转过身去 挠挠脑袋,他在躲镜头,也在小心翼翼 对于王一博去网灾区,网上各种声音,当脚踏实地地踏过每一寸土地后 当地人发出他们最真实的眼见为实 当地人的一字一句,记录着他们走过的路,做过的公益 做公益是传递正能量的好事,应该被宣传,应该被看见 做好事就应该成为年轻人榜样 这是社会需要的正能量 如果你也被鼓舞被感动,请分享给更多的人 感谢您观看视频,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 感谢您观看